在这个单元要为各位介绍Linux Meet底下如何执行程式 在我们以前常看到的Windows做系统 桌面上有一些ICOM可以直接点选两下 那我们这边也是一样 例如我们看一下Firefars浏览器 快点两下 我们就可以开启Firefars浏览器 好,那右上角呢就是缩小 它会缩到我们这个最下方的面板 那面板呢这边有一个Firefars 你再点一下就会打开 那这个呢是放大和缩小 我们整个软体的大和小 你可以利用右下角去拖拉它的大小 那通常呢我们都给它放到最大 好,那最右边的叉叉呢就是关闭这个软体 好,我们关闭 好,你可以再试试看 Scrash快点两下 好,一样如果你要把它变成最大的话呢 按加 好,那暂时不用的话缩小 好,放到我们面板 好,再点一下打开 好,我们关闭 那如果不在桌面上的话 我们可以从左下角的选单点选 那这边都已经有分类好一些 好,例如我们到美工绘图里面 好,看到小花家 我们按滑鼠的左键 好,那它就开始执行小花家 一样我们把它放大最大 好,这是有关于小花家已经开启了 好,那我们再开启另外一个软体 我们开启一个办公 好,Office Writer好了 好,我们给它放最大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从面板上可以看到 我们目前有两个软体正在执行 好,一个是小花家 好,一个是Writer 那你也可以用ALT键加Tab键 去切换你目前已经开启的软体 好,就如同我们在Windows下操作 切换软体一样 好,我们先关闭 关闭 那怎么样把我们喜欢的软体呢 放在桌面上 或者固定在我们下方的面板 或者在我们这个我的最爱 好,左侧栏呢 好,我们先以小花家为例 好,记得不是点选左键 点选左键呢,是直行 我们按滑鼠的右键 好,我们可以把它加入到面板 好,我们点下去 好,你可以看到最下方的面板 已经多了一个小花家 好,我们来继续操作 桌面 好,放在桌面上了 好,再来按滑鼠右键 喜好 好,已经放到左侧栏 我的最爱这边 好,那怎么一样移除呢 如果你不喜欢这些洁净的话 好,面板上怎么移除 按滑鼠的右键 我们可以直接按移除 好,这边也是一样 桌面上就直接按删除 好,那我的最爱呢 比较特别的是 你按右键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好,你可以把它拖拉到 我们这个软体的地方 好,放开 它就消失删除掉了 好,这是有关于在Linux Meet底下 如何执行程式 还有建立一些我们常用的捷径的位置 好,喜好 面板 还有桌面 那如果你找不到的软体呢 你可以用搜寻的方式 例如你要找有关于磁碟的工具 好,Disk 好,你可以点选Disk 好,跑出有关于磁碟的工具程式 好,关闭 好,那在这个单元 先为各位介绍到这边 好,我看机会是该的 感谢观看